看阵容吧 阵容这边看你这套阵容我好不好抓 比如说你选一些 真有空军 然后有一些就是单刀型突破好抓的点的话 那比如拿个咒术出来 那我红夫人出来跟你交量交量 看到这边选到了一个祭司 军工厂的祭司说实话不常见 对 但是这个杨博佩他是一个绝活祭司 刚刚我们在学手介绍的时候也看到了 这里是其实真的就是三手绝活全部出来的 就是他们的一个学手介绍没有骗我们 是 不像刚刚那个律师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假的 老实人 这一群是一看就老实人 最后要是真选一个 选个调香师 刚刚他的调香也是非常稳的 对 那这里的话我觉得小房鸭红夫人也行 调香师那个小提琴家也不错 对 其实小提琴家相对来说也比较香 但小提琴家就是风险高一点吧 红夫人的话呢偏稳一点 我如果我自身打 帮帮 选帮帮是吗 有水瓶小房鸭 全部打了我们的脸 想了半天 他的这个监管者池很深 深不见底 昨天还掏了一个聂 聂 聂 今天就掏帮帮 我觉得他是要在这个比赛当中把所有的监管都玩一遍 那路来 我想要头来 头来 这个 那个老头 对 风眼 什么时候都也玩完风眼 约瑟夫啥的 是说你之前有发过我们这个音音的视频吗 有啊 对很多观众是不知道如何获得这样的一个道具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在这个抖音上面搜索第五人格音音杯 即可拥有道具 点击道具 你就可以拥有跟我们一样可爱的音音音了 是的 就可以拍出我们一样可爱的视频了 马上进入到比赛 好的 这边我们看一下邦邦的一个刷点 他这套阵容 打邦邦 说实话蛮累的 因为 谁救都有风险 先知这个点被破掉了以后 前锋不能带球 撞晕邦邦上来好像是找到了条件事 我们看他天赋是带的还是比较激进的 带的是一个风窗 配底牌 而且这个邦邦没有带拘禁狂 还是比较少见 因为我们知道邦邦手已流 手已流嘛 带个拘禁狂对吧 你要不要救 要救可能过班 你看一下这边追条箱啊 但是前期是一个香水没劈出来 来 香水回 非常的nice 板子下掉了 然后香水回炸弹的伤害 那这里可能要吃一刀实体的 因为在香水的一个真空机 距离拉近 条箱是这边 感觉在中间走的时候 好像有一点点停顿 没有把这几里拉得更开 那现在这个条箱应该是要倒了 能回吗 不回 回上了 哎 没 这里是回来了 回来了 但是距离上面 因为有闪现了 所以我这边可以 时间 他想要用炸弹击倒 留下这个闪现 提高自己的容错率 但是我觉得刚才如果说直接闪现一刀击倒 会不会更快一点呢 没事啊 相差的时间也不太远了 直接拿下来 十几秒左右吧 这十几秒的节奏 不知道会不会有所变数 但是目前来看 总体上来说 他这个抓人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外面的话 三个人其实都修不太多 我们可以看到祭司的电击 才修到百分之六十多 这样的话 好像没有人准备来救人吗 这里 看一下拥兵的位置 已经过来了 已经过来了 从边线慢慢的绕过来 这个救人是对的 因为你如果说 提前让这里的邦邦 看见了你的身位 那么 验过拔毛 上来先 对吧 炸你一波 对 你交互被你弹开了距离 我还是可以用一个远程的二连炸弹 来进行一波消耗的 不过还好 这边是没有人炸中 过半了呀 过半了 过半秒救了 对 想要去绕一个边线 但是 没有控制好时间 太难受了呀 直接打出了技能了现在 那这样打出二级闪现 还没有交 后续求生者这个不好打了 前锋想要来帮撞了 已经发出了信号 站着别动 我来帮你 但是邦邦 只要提前放一颗炸弹 哎 这里没有前锋 位置上面有点远 这边 到了四核 应该是不打算救了 就感觉 好像距离不够 算了 万一自己对吧 过来一场空 所以说这里的话 这个节奏我觉得是偏向于邦邦的 因为邦邦他现在 找第二波节奏的一个能力并不弱 这里无论是抓谁 都是可以边抓边消耗的 拥兵的护臂 对吧 慢慢的会被消耗 前锋的护臂慢慢的会被消耗 前锋的球会慢慢消耗 那么打到 直接拉球进洞 想进大洞了 进大洞不行 进大洞的话 一颗炸弹 一刀邦邦 这里有底牌 切一个传送 这个前锋 等于说是瞬间就秒倒了 那现在选择继续绕小木屋 这波不进洞是正确的 但是邦邦这里有点可惜 就是他的一颗遥控炸弹 是没有能够炸到 盖了一个板子 对 现在需要再来一波炸弹 能不能有 只要有四颗炸弹 可以进行好几波的一个连招配合 直接拉球 拉球躲炸弹 没什么球了 进洞了进洞了进洞了 这里是直接炸倒了 好像这颗炸弹是正好炸倒了 那这边位置上面看的话 这个前锋由于祭司不在旁边 没有人能来摸他 应该是要被牵起来的 但其实他这一波迂回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时间上面牵制的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电击的一个进度还是差了不多了 现在就是 佣兵这台修掉还差最后一台 那么佣兵这里 可以再来救一波人 外面卡一卡 我们看有没有遗产机 因为刚刚我们更多的偏向于 看的是这边的一个追击节奏 电击上面的话 如果说有个白 这里好像是让佣兵先提前过来 然后让祭司把这台电击补掉 然后最后祭司可能会用四合院的电击 这边补去他的这个中场 那台95了 是的 那最后一台电击 刚才是看错了 并不是四合院 而是大门的机 但佣兵这里好像又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又被拦住 这里 又要过半了 过去的话是要过半的 邦邦这边有闪现 一旦炸弹炸到了 那不好意思 闪现一刀 但你传送 先传送防守更稳 这波防守 看一下电击好像是一样 打倒了 电击点亮 一刀斩压好了呀 过来救下来 这里再补 没打到 对 帮帮这里的话 前锋 祭祷以后 他由于交掉了传送 祭司是压大门的机 那应该是有机会能平击了 传送已经交掉了 还是求认者这个电击够了 而且的话他没有挽留 对 他这波传送怎么说呢 其实如果刚才所说 如果真的是交一个闪现击倒 电击只要是好了 一样能救下来 一样救下来以后 这里只要不要出现 就是救下来就直接秒躺的话 那另外一个人 拥逼少有护币吗 还是能走 比较可惜 其实因为他 因为他其实这波节奏很好的 密码机主要是够了 对 求许者的密码机一旦够的话呢 那就没有办法了 关键点就在于前锋的那波牵制 他牵制完了以后 后续是什么呢 我第一波不进洞 假装我要进洞 我不进洞 第二波等到我血线残了以后 我再进洞 进洞虽然说没有人摸我 我起不来 但是我距离给你拉开了 你走过来牵我 还得花十几二十秒 是 这个时间就让剩下的队友 有足够充分的时间 来把这个电击修开 没错 那么目前呢 在这个XJYZ对这件小房压 这个第二局当中 2比2打平了 是的 那目前的话 双方在第二局 也是拿到了一个 5比3的一个比分 是的 也是不错 各自都有拿到一些收获 都有入账 对 都有收获 对 那感觉上来说的话 这个求生者这边是 进行了 昨天进行了一个复盘 是的 复盘之后 还是有一定的提升的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赛后数据 我觉得最佳还是 给到这个前锋吧 非常的优秀 给到了邦邦 给到了邦邦 邦邦的话 确实邦邦 他的一个迎面更大嘛 求生者是个保评局 邦邦是一个保评 争胜的局 那比较可惜的是 他们在拥兵救人的时候 就是卡出现了 过半秒救的这种情况 那作为如果他们 接下来要去进行 去争夺冠军的话 肯定还是要精力求精的 要是不是过半秒救呢 有可能就是邦邦来保评的 可能是个军事 对 那求生者在 就是密码机的 一个修机进程上呢 也是 也是没有多修的吧 是的 非常的稳定 这个电机 其实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当时想的就是 可能 就是最后一台 如果有个半台遗产机 求生者还能保评 没想到 佣兵过来救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验好了 嗯 嗯